我是真的很担心我的IT同事们 可能很快我们就不需要他们了 全程无需代码 任何人都可以完成这些智能办公的配置 ChatGPT可以联网了 OpenEye更新了17款插件 让ChatGPT可以帮我们联网做各种任务 比如让ChatGPT帮我们在线预订餐厅 在线预订机票 在线预订租车 还可以用来购物学习语言 还有一个插件叫Zapier 让ChatGPT跟Zapier连接 这就意味着ChatGPT几乎可以和国外 所有主流的办公软件相连接 让ChatGPT来帮我们办公 这些主流软件包括像Facebook Salesforce HubSpot LinkedIn Shopify Slack Zoom等 多达5000个应用 这些办公软件全部都可以连接ChatGPT进行智能办公 而且配置这些完全不需要等代码 任何人都可以完成这些智能办公的配置 AI加自动化办公这样的配置 就等于我们每个人都拥有了一个像Java斯一样的智能管家 比如我们的办公邮件很多 即使做了文件夹分类 可能也会头疼 我找不到这个邮件 那我们就可以直接在聊天界面问ChatGPT 嗨GPT 帮我找一份来自Michael的邮件 这个时候GPT就会告诉你这份邮件在哪里 最新是通过什么内容 然后你可以让ChatGPT再帮你起草一份邮件 说Michael我们下周四来项目会议室开会 ChatGPT就会在聊天界面直接帮你草你好这份邮件 你只要点击确认这份邮件就发送了出去 整个过程不需要你登录邮箱 另外AI加自动化这样的办公场景 还可以大大降低我们使用办公软件的学习成本 比如说在销售场景中作为一个销售 我每天可能需要在系统里面填很多信息 今天有没有新增客户啊 跟客户今天聊的怎么样啊 这样的步骤通常很繁琐 可能要花半个小时 甚至有的时候要一个小时 以前我们企业经常内部会去开发一些系统 或者外部来买一些系统 试图来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经常碰到的情况是 我这个软件买了 花了很多钱 可是呢销售同事往往使用的比例很低 那一惊调研就会发现销售同事说 这个东西操作太繁琐了 学一个新的软件 还不如花这个时间多去联系一点客户 那如果我们有了这套联网的ChatGPT 那可就大大的降低了 这些常用软件的使用成本 我只需要问他 哎ChatGPT Michael这个客户有没有在系统里面出现过 没有的话帮我新建这个客户 他是联创公司的CEO ChatGPT就可以帮我们自动的在系统里面建好这个记录 这样一来销售就可以在这些琐碎的时间上面 省下来很多的时间 而用更多的时间去来做拜访客户 拓展业务 更有价值的事情 更关键的是 ChatGPT母公司 OpenNI还有一个大杀器 叫Whisper 这个Whisper可以将语音转化为文本 这也就意味着 很快我们就能通过语音和ChatGPT直接对话 也就是说我们动动嘴皮子就能指示ChatGPT 帮你去执行这些办公软件里面的任务 比如是说 嗨ChatGPT 帮我做一份年度汇报了PPT 我是真的很担心我的IT同事们 在我们和AI的联系中 全程无需代码就可以很快地进行这些办公软件的操作和配置了 可能很快我们就不需要它们了 这已经不是科幻 而是现在进行时 感谢观看